上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迪带器 迪带器是连接容器和算法的一个桥梁 它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原来学的这个指针 也是一种迪带器 迪带器却不仅仅是指针 它比指针的功能更多 访问Vector对象的时候 除了使用下边运算符来访问 还可以通过迪带器来访问 在前面介绍了顺序容器 关联容器和容器适配器 这些所有的容器 它们都定义了自己的迪带器 因为所有的容器都定义了自己的迪带器 使用迪带器来对容器的元素进行访问 是一种比下标更通用的一种方法 只有Vector、Deck或者是Map 才支持下边运算符 而其他的迪带容器是不支持下边运算符的 使用容器的时候 建议呢要使用迪带器 对容器中的元素进行访问 如果我们想替换另外一种类型的容器的话 使用迪带器的代码是不需要任何改变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interator类型 在每一个标准库容器的形中都定义了一个名字叫做 interator的成员 每一个容器呢都可以通过interator来定义自己的迪带器 那定义的时候呢前面要前面容器的类型和元素的类型 这里定义的iter呢表示说 表示iter是元素类型是int类型的Vector容器的一个迪带器 而下面的iter2呢表示说 它是元素类型是资准 类似的容器的一个迪带器 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 北根和暗的方法 每一种容器呢都提供了一对 叫做北根和暗的这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都是返回迪带器 北根呢如果说容器中有元素的话 那么这是返回容器的第一就指向元素的第一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北根方法来初始化迪带器 接下来一句执行完成之后呢 iter就指向了这个ivc这个容器的第0的元素 暗的方法呢可以返回容器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位置 它被称为超出末端迪带器 表明了它指向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元素 如果容器是空的话 那么北根方法和暗的方法 它们两个只是相同的 都是指向一个不存在的元素的 暗的方法返回的迪带器 并不指向任何的元素 它只是起一个哨兵的作用 可以用来表示 我们已经处理完容器中的元素了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迪带器支持的一些其他的方法 我们在定一个迪带器 然后将它指向容器中的某一个元素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接引用操作服务 也就是信号来访问这个迪带器所指向的元素 这次于指针的功能 而P指向某个元素 对P接引用就可以得到这个元素 下面这句话呢 我们就是将 ITER这个迪带器指向的元素的值 虚改为0 除此之外呢迪带器 可还可以支持相等或者是不相等预算服 可以对两个迪带器进行比较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迪带器便利容器的方法 接下来定义一个元素类型是String的Vector容器 首先呢 ITER呢是一个元素类型是String类型的Vector容器的一个迪带器 它的处置值是北根方法的反围值 表示说它指向IVEC这个容器的D0的元素 然后在这个方向环内部呢 使用接引用操作符 那这句话呢就是将 ITER这个元素 ITER这个迪带器指向的元素的值进行输出 接引用操作符呢 返回当前迪带器所指向的元素 假设呢 ITER指向Vector对象的D0的元素 ITER进行接引用和IVEC 通过下半运算符0 它们两个就指向同一个元素 除了支持条件运算符呢 迪带器也支持自增预算符 自增预算符呢 表示向前移动迪带器 自增之后呢 迪带器指向容器的下一个元素 迪带器的自增和NT对象的自动操作是类似的 我们在对一个NT类型进行自增的时候 NT的值加1 而迪带器自增 则是把迪带器向前移动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迪带器就指向了下一个元素 比如说如果一个迪带器它指向第一个元素 这个迪带器加加就表示说 它指向了第二个元素 暗的方法返回的迪带器是不指向任何元素的 所以说不能对它进行接引药 或者是自增操作 暴循环呢 首先定义了一个ITER这个迪带器 它是一个元素类型是String的 Vector容器的一个迪带器 指向VEC这个容器的第一个元素 暴循环的条件呢 来测试ITER是不是与暗的方法返回的迪带器 是不是相等的 每一次循环的迪带器的值自增一 因此呢这个循环的效果呢 就是从IVEC这个第一个元素开始 顺序的输出Vector中的每一个元素 最后呢ITER就会指向IVEC的最后一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再加一的话 它的值就会跟暗的方法返回的值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循环就中值了 在4循环的内部呢 是用剪引用操作符来访问当前元素的值 如果说Vector对象是空的话 那么程序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容器是空的话呢 这个时候ITER的值就是指向了超出末端迪带器 它跟暗的方法返回的值是一样的 那么也会结束循环的 这边我们来介绍一下Const Interator 每一种容器内部呢 都定义了一种 名为Interator的类型的迪带器 但是呢 除此之外还定义了一种 名为Const Interator的类型的迪带器 顾名思义呢 它表示说这个迪带器类型是Const的 Const的Interator呢 表示说我们只能用于读取容器中的元素 但是呢 不能改变元素的值 当我们对普通的Interator类型的 迪带器进行兼用的时候 得到的是对某个元素的 非Const的一个引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复值 修改这个元素的值 但是当我们使用Const Interator来兼用的时候 Const得到是一个对一个元素Const的引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读而不能写 Const Interator 我们不能对它叫指向的元素进行修改 但是呢这个迪带器的值是可以修改的 它可以通过自增或者是三数预算符来向前移动 而用来对元素进行便利 这里呢大家要区分Const Interator和Const的Interator 不要把Const Interator和Const的Interator对象混淆起来 虽然说它们读起来很拗口 看起来也很像 当我们定一个Const的Interator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迪带器指向元素的这个值 但是呢我们不能对这个迪带器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们这里定一个Const的DiD这个迪带器 我们可以修改它指向元素的值 向它的值修改为1 但是呢我们不能对这个迪带器进行自增运算 Const的Interator其实是并不常用的 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也不会说 不会定义这种类型的Const Interator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 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迪带器的算数操作 迪带器呢除了支持自增运算符之外呢 还支持其他的迪带器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整形的值 这样做呢 结果呢将会产生一个新的迪带器对象 这个新的迪带器的所指向的位置呢 是在原来所指元素向前或者是向后 来加上或者减去N个元素的位置 除了这种算数迪带符相加呢 我们还可以对两个迪带器进行相解 两个迪带器相减呢 用来计算两个迪带器之间的距离 它们的结果呢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取决于它们的先后顺势 看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呢表示说 将MID这个迪带器指向VI中 最靠近中间的一个元素 但是呢下面呢 迪带器的算数操作呢 是不支持类似容器的 因为它是不支持随机访问的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迪带器的失效 这点呢是很多同学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当我们在定义一个迪带器 指向某一个元素之后 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对这个容器进行增加 或者删除元素的话 都会导致原来的迪带器是失效 比如下面这几句代码 是一个方形环 我们在方形环内部 便利V这个容器的每一个元素 用来判断它的值是不是20 如果某元素的值是20的话 那就会这个容器中增加一个30 这个元素 那因为ITER是之前获得的值 那我们这里通过Pushback 改变了容器的长度 那这个以前的迪带器呢 就可能会失效 我们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复制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这里是使用Pushback 来改变迪带器的 改变容器的长度 那如果是删除元素 通过ERASE的方法 删除元素的话呢 效果也是一样的 大家就只要改变容器的长度 都有可能 是使原来的迪带器失效 需要对已经存在的一些迪带器 进行重新复制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SDL算法 前面介绍了容器 但是呢容器提供的算法 终究是有限的 因此呢SDL提供了算法 来对容器进行各种操作 因为这些算法是独立于任何容器的 所以说它可以 生用于不同类型的容器 和不同类型的元素 前面介绍的容器呢 只提供了很少的操作 比如说增加或者删除元素 但是呢 这些容器内部呢 是没有提供 比如说查找特定的元素呀 或者替换 删除一个特定的值 排序这些方法 因此呢SDL中 定义了一组范形的算法 所谓范形呢就是指 它们可以用于不同类型的元素 和不同的容器 SDL中的大部分算法 都定义在了 algorithm这个头文件中 Numeric这个头文件呢 也定义了一部分 用来处理数值的一些算法 前面也讲过 替代器呢是联系 算法和容器的桥梁 算法呢是通过替代器 来跟容器 进行关联起来的 这些算法呢 并不是直接访问容器 而通过替代器来操作的 算法通过替代器呢 来对容器中的某个元素 进行访问 或者说来便利 一个替代器范围内的 所有元素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原素类型是INT的Vector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Vector内部呢 是否包含一个特定的值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表情库提供的一个算法 叫做Find 来进行搜索 Find的方法呢 具有三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呢 是一对替代器 用来表示一个范围 第三个参数呢 是表示用来搜索的值 容器中存在这个值的话 Find的呢 返回持下这个元素的替代器 那如果不存在这个元素的话 Find的是返回第二个参数 可以用来判断 返回值是不是等于第二个参数 来判断是否搜索成功 如果返回的替代器 不等于第二个参数 就表示搜索成功 SDL成功的这些算法呢 除了可以在容器上进行操作 也可以操作指针 前面我们也介绍过 指针是一种特殊的替代器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这些算法 使用在指针上 比如这里我们定一个 具有6个元素的 Int类型的一个数组 可以直接使用Find的方法 前两个参数呢 使用来是一对指针 用来表示一个范围 第三个参数是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array这个数组中 搜索有没有存在0这个值 它的范围值呢 是一对指针 如果反复的指针呢 不等于第二个参数 那么就表示搜索成功 然后这个指针呢 是指向这个元素的 容器递代器和算法 在SDL中呢 都是从过模板类来实现的 因此呢 它是它不依赖于具体的容器 通过递代器进行访问 可以让换的方法更加的通用 虽然说这些SDL提供的算法 是不依赖于具体的容器的 也不依赖于元素的类型 但是SDL中的算法 是依赖于元素提供的一些操作的 比如说这个范围的方法 它需要容器中的元素呢 一定要支持相等预算符 如果元素不支持范围的预算符的话 那么是不能在它之上使用范围的算法的 除此之外呢 其他算法可能需要这个元素支持小预算符 范围提供了超过100个算法 这些算法都有大概相似的一种结构 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结构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学习使用这些算法 因为100个算法毕竟是很多的 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算法都去牢记 都去学习 只能说知道它们大概的分类 真正在使用的时候 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些算法呢 一般都是使用一对迪带器来标识一个范围 但是要注意呢 这个范围是左臂右开的 就是说不包括第二个迪带器的指向的一个元素 S1号中的算法呢 可以分为很多类 可以分为止读算法呀 排序算法 修改容器的元素的算法 等等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止读算法 止读算法呢 不明思义 就说这些算法 只会读取容器中的元素 对元素的值进行修改 比如说范围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另外还有一个 除了范围之外 还有一个accumulate这个方法 它的中文意思是求和 表示对一对迪带器范围内的 这个元素的值累加 它就有三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呢 是一对迪带器 最后一个参数呢 是求和的 这个和的处始值 这里呢 是写0 那就是说从0开始加 范围之呢 是这些元素 跟出入值的和 但是呢 accumulate这个算法呢 需要元素的类型呢 跟第三个参数的类型 是一样的 同时呢 它的元素类型 一定要支持 跟第三个参数的类型 相加 比如说这里 0是anti类型的 那么 DZ这个容器中的元素 一定要支持 跟0相加 那可以是anti类型的 可以是double类型的 可以是float 因为string类型 是支持 相加预算幅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 accumulate这个算法 将容器中的string元素 连接起来 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给它指定 一个空的string类 对象 但是要注意 我们不能省略这个string 不能使用一个 一对双引号 因为concert恰新了 是没有定义 加号预算幅的 我们不能指望它 自动的转换成 一个死争类型的对象 这里是不可以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修改容器元素的 一个算法 这些算法呢 会修改容器中 元素的一些值 但是要注意 这些算法是不会改变 容器中元素的长度的 比如说fail这个算法 它是用来填充值的 它也具有三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呢 是表示一对DZT 用来表示一个范围 第三个参数呢 表示说 将这个范围之内的所有元素 都填充了一个值 这里呢 表示将VZ中的所有元素 都填充为0 下面是排序算法 排序算法呢 会改变容器中元素的顺序 比如说salt 它会重新排列 元素的顺序 默认是按声序来排列的 它对元素 类型有一个要求 容器中的元素 需要支持小云算幅 使用起来比较简单 它只需要两个迪态器 来表示一个范围 那调用之后 这样完成之后 VZ中的元素 就是默认是声序排列 这里呢 我们介绍的salt 这个排序方法 默认是按声序排列 如果我们想让salt 按照我们自己 设立的一些规则 来进行排序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可以通过像算法 来传递一个函数来实现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把一个数理叫做位词 位词呢 是一个可定的表达式 比如说它是一个函数 它返回的结果呢 是可以作为条件的一个值 位词就是用来传递给算法的函数 salt中呢 使用的位词呢 分为两类 分别是一元位词和二元位词 一元位词呢 表示说 这个位词 这个函数只支持一个参数 那二元位词表示说 那这个函数是支持两个参数的 比如说我们给salt来 传递一个位词的时候 它就不会按照内部默认的排序的方法去排序 而是根据这个位词的实现去排序 另外一个版本的salt呢 是支持传递一个二元位词的 上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位词 它就这种形式 它就两个参数 用来比较两个元素的值的大小 这里我们也是默认按声序排列的 如果我们想按降续排列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改成大一号 就算按降续排列 前两个参数呢 还是一对迪带器 表示一个范围 第三个参数呢 是一个位词 除了salt呢 还有另外一个算法 也具有类似的一个适用方法 比如contact这个算法 它是用来统计 满足这个条件的元素的个数的 它的第三个参数呢 它是一个一元的位词 比如说它具有一个参数 如果元素的话 小于60的话 那表示表示它是真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来统计vc中 只小于60的元素的个数 反而为之呢 是满足为词这个条件的元素的个数 我们虽然上面只见了几个算法 但是sdl中提供的大部分算法 都是按这种规则来使用的 除此之外呢 这些算法有自己的一套的命名和存在的规范 有些算法呢 是使用重载形式来传递一个位词的 比如说unic这个算法 unic这个算法呢 可以用来删除重复的元素 它的参数呢 有几种形式 这种呢 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默认的是使用相等预算符来比较 如果说它两个元素相等 就会删除重复的元素 第二种方式呢 是使用谓词compare 如果说compare返回true 那就表示这两个元素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在compare内部 定义我们自己的一些规则 使用通载的形式来传递一个谓词呢 还有的是通过后面加rf来接受谓词 比如说fine的方法 一般形式呢 是这种形式 第三个参数呢 是要搜索的值 也可以使用它的另外一个版本 finef方法 第三个参数呢 是一个位词 fine的方法呢 会搜索满足这个位词条件的一个元素